雕儿 你的意思是 今后要放弃云文 重点培养允通吗 是的 父皇 按照原本的继承顺序来算 雄鹰没了 由云文来继承大魏 不过 自从听了叶城跟我们的剧透 得知云文在将来即位后 做得那么不堪 我觉得未来大明江山的主人 要慎重考虑一下了 雕儿 你说得不错 大明交到云文这个废柴手上 咱着实不放心 哎呦呗 朱云文在历史上 确实做出了太多蠢事 不过现在来看 那也是未来的事 他现在年纪还小 可素性很强 只要加以悉心教导 或许将来有所改变 父皇教导的他还少吗 还给他留下那么大的家底 那又能如何 有句话叫做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我又不是没有别的孩子 我看允通就不错 让他拜你为师 你好好教导一番 大哥 我根本不是当老师的料 怕误人子弟啊 叶城 我妹妹的腿 你都能用先术治好 教书与人自然不在话下 而且你有着不同于 这个时代的知识和眼光 由你教导允通 他的眼界必定开阔不少 大哥 既然你有意培养允通 正好母后的奉体也康复了 不如将允通送到昆明宫 由母后教导他 母后贤惠 做事大气 你看看母后把我们兄弟几个培养的 对了 父皇去昆明宫也去的比较频繁 正好让允通提早感受一下 父皇的王八之气 对对对 不过大哥 这个主意 您一定不能说是我给您出的 尤其是不能 让太子妃知道 为什么 有机会再跟你解释吧 当心隔墙有耳压 什么 友荣那个瘫痪竟然站起来了 千真万确 奴婢亲耳听见的 是一个叫夜城的人弄来的神药 将公主殿下的腿治好的 想必母后的病也是这个人治好的 而且我没猜错的话 允闻挨揍就是他搞的鬼 肯定是他搬弄是非 混淆黑白 安害我的儿子 哪个阻拦我儿子称帝 哪个就必须死 而且 你我二人自幼一起长大 名为主仆 实为姐妹 不必吞吞吐吐的 太子殿下有培养允 继承大位的打算 小女子拜谢恩公救治母后和友荣 您对我诸家的大恩大德 小女子莫尺难忘 演技可以呀 若非自己从后世而来 知道你吕氏的真正为人 真就被你给骗了 这是我分内之事 当不起太子妃如此大礼 老大媳妇 夜城说得对 她是友荣未婚夫 都是自家人 你不必跟她客套 吕氏瞬间猛了 这个情报她倒是没有打探到 本以为友荣因为瘫痪 一辈子嫁不出去还暗自窃喜 如今不仅腿好了 还跟眼前这人有了婚约 恭喜友荣找到了如意郎君 二妹夫当真是我诸家的福星 吕氏强颜欢笑的同时又在疑惑 为什么眼前这人对自己的儿子朱允文 有那么大的敌意呢 莫非此人和已经死掉的尝试有什么关系 老大媳妇 原本我有个事情 准备去你那里与你商议的 正好你来了 我就直说了 我准备将允腾接到昆宁宫抚养 年纪大了 身边想有个孩子陪伴 不然太冷情了 吕氏并不震惊 此番前来 他就想跟马皇后博弈一番 母后 您说的是 是儿媳考虑不周 只是允他年纪尚小 性格又过于安静 他一个人过去也热闹不起来 不如让允文一同前去 两个孩子一起陪着您才热闹 在吕氏看来 长幼有序 没了雄英 允文的太子之位无可撼动 而且允文激烈 不论在哪一方面 都能压住朱允通那个死孩子 只要把允文塞给马秀英 马秀英肯定能做出选择 不用了 允文是你亲骨肉 我咋能将其带走抚养 可允腾就不一样了 打小就没了亲娘 我将她带在身边正好 母后 您不用担心儿媳舍不得允文 我相信您教育孩子 很有一套 比儿媳强太多太多了 吕氏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是一点都看不上 马皇后的教育方式 在她眼里 马秀英出身相隐 而她是书香门第 母后 允腾和允文这哥俩 从小玩的就好 而且允腾胆小 有允文在 对她也有个照应 照应允腾 是谁偷偷往允腾碗里撒尿的 允文你就带着吧 我年纪大了 带老孩子 身体之不香 想起朱允文历史上杨凤英维 其位后就对她的叔叔们赶尽杀绝 马皇后气就不打一出来 而面对马皇后这样一位存在 吕氏自然不是对手 娘 允腾那笨蛋被黄奶奶接走了 今后再也不在这里挨我们眼了 您咋看起来不高兴 你这个蠢蛋 你知不知道 你都失去了什么 我打死你这个没用的废物 吕氏一边骂 一边狂抽朱允文 似乎要将今日在寿宁宫受到的委屈 全发泄出来 齐兄 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皇子诚没有卖关子 把今日朱允通的消息说与齐太廷 皇兄 皇后娘娘咋突然间 就把朱允通带到身边抚养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引擎 这不清楚 宫里的事情 咱们也不可能知道的太详细 这样也好 现在大明的继承人有了人选 我等今后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 齐兄 英雄所见略同 朱虹无此人又臭又硬 我等改变不了 太子朱镖又受他影响颇深 不可能站在我等读书人这边 现在只需要把心思放在朱允通身上就行 给他灌输武夫不能治国的思想 让其心向儒家 心向我等读书人 读过 能不能拿到教导朱允通的资格 还是个未知数啊 皇兄 我们去找方笑如商议一下 彪儿 这几天应天赋很热闹吧 父皇明鉴 锦衣未来报 允通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不少人都坐不住了 朱元璋有种躲在幕后 猫系老鼠的快乐 这皇位的继承可真是牵动人心 父皇 之前您挑选了皇子成 齐太 给允闻当辅政大臣 差点败光了您留下来的基业 这次允通的老师 您可得慎之又慎啊 彪儿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谁还没有个走眼的时候 对对对 彪儿 这是李善长的诸多罪证 把这些交给刑部 由你督办 父皇 李善长地位特殊 您确定要这样做吗 叶长说 李善长死于洪武二十五年 现在他李善长胆敢与无真无良 同流合污 铁正如山 咱绝不姑息 就提前按照他历史上的结局来吧 叶长啊叶长 你的剧透 让李善长守活了十年呀 对了 彪儿 汪大渊找到了吗 找到了 人在驿站 嗯 干得不错啊 此人元朝时就出海做生意 对海上的门道了如指掌 明日就让他启程前去重明 根据叶长给的地球仪 横跨太平洋直奔美洲 若是能取回叶长说的 红薯 玉米 土豆的种子 今后大明就不会饿死人了 父皇 不是吧 此人只是对南洋很了解 现在让他直接去美洲 即便有地球仪 但这一路很少有靠岸补给的地方 只怕是死无生啊 给他说 只要能取回来这种子 即便他不幸遇难 咱也会给他的后代封诀 叶成 咱已经派人 去找你说的那三样种子了 你就说咱办事效率不效率吧 哈哈 啥 你现在就派人去了吗 咋了 有什么不妥吗 何止是不妥 是大大的不妥啊 嗯 陛下 你这不扯淡吗 简直比那朱祁镇还坑 我你吗 混小子 你拿朱祁镇跟咱做对比 你知道吗 这次为了去美洲 取那些作物的种子 咱是做足了准备派出20艘大海船 以及诸多经验丰富的船员不说 还将你说的汪大渊找来担任向导 这等配置咋就扯淡了 陛下 这些配置 出海远洋确实够了 但有一点你没有考虑到 哪一点 天气 出海远航 最大的敌人是天气 弄不好就会周毁人亡 陛下也知道 忽必烈当初接连三次派兵 大规模攻打窝国 结果被神风吹的 损兵折将 无数将士葬身大海 这个咱哪能不知道 只是这天气反复无常 根本不可测夺 什么时候出海 不都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 天气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窝国地处 太平洋北部 下秋光照时间长 海面气温高 很容易形成强台风 但到了冬春季节 发生台风的概率就要小很多 可忽必烈三次征伐窝国 都是按照他们草原秋高气爽 草肥马撞时候出的兵 说白了 这就是再送啊 现如今岳父大人派人出海 跟那忽必烈无异 竟然还有这些讲究 你咋不早点告诉咱 你也没问啊 我以为你在整理水师呢 没想到你却不声不响的 派人远航了 现在该咋办 不能让我大明的军士们 白白送命呀 还能咋办 赶紧下令 让人别着急走 等天气更冷一些 再说啊 雕儿派人火速前往重明 务必拦下他们 是 父皇 叶成 看起来你对海洋颇有了解嘛 初中地理知识而已 人人都会 陛下 还有 叶成 你们上个学而已 咋连天文地理 都研究出这么多道道来 这才哪到哪呀 我们读书史 老师还教授了屠龙树呢 哦 屠龙树 没有成为皇帝的时候 咱就想要获得屠龙树 帮助自己平定天下 咱成为皇帝之后 就更加的想要掌握这屠龙树了 不能被别人给图了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不对呀 此等仙树 在后是这么轻易就传授的吗 如此一来 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屠龙 这不乱套了吗 陛下 你理解错了 嗯 我说的屠龙树 总结起来 就是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原来这屠龙树 是屠的封建地质这条大龙吗 陛下 大哥 我知道地质没了 你们一时难以接受 而且我跟你探讨这屠龙树 并不是假败 我学识多么冤博 而是想告诉你们 千万不能学了 那经达字闭关锁国 使我华夏 背禁屈辱 父皇 别说这些云里雾里的了 有件事困扰我已久 我想问问叶成 嗯 叶成 我听你之前的意思 就算是我不应年早逝 哪怕没有土木宝之变 后来武勋集团也会没落下去 这是咋回事 真说起来 即便没有土木宝那一战 后面的武勋 也绝不会是文官的对手 只不过土木宝 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 这里面的道理 很是简单 大明的开国之战 和永乐帝的靖南之意 仅这两次 才造就了大量的勋贵 但是文官则不同 科考每两三年 就举行一次 天下的读书人又多 如此一来 朝堂上的读书人 不论是数量 还是质量 都会上升 而武勋就不一样了 没有重要的战事发生 很难有新鲜的血液 补充进来 此消笔掌之下 文官最终自然 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文言 朱镖 朱元璋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他们不想看到文官和武将 有任何一家独大 叶成 那咋办 总不能隔上二三十年 就来一次开国之战吧 是啊 叶成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让文官和武勋 保持一个平衡 这事也不是没有办法调和 让武勋的新鲜血液 得以补充 问题便迎刃而解 所以陛下今后 在开科举的时候 可以将武举一并给开了 简直就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啊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武则天使就开创武举 初期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后面就不行了 因为但凡有志气的人 都会选择读书考科举出人头地 而不是武举 大哥 你懂个鸡毛呀 朝廷都不重视武举 他们肯定没兴趣啊 而且又不是人人天生 就会骑马射箭 嗯 你看啊 全国各地都配有 教授四书五经的书院 却没有相应的军事学院 所以设立武举的前提 是先设立军事学院 让那些有真材实料的将领 来教授相应的军事知识 否则武举就流于形式 对呀 咱咋就没想到呢 既然可以设立书院 给文人传授知识 为何武军就不能呢 父皇 二者区别还是很大的 只怕那些将领 不愿意将自己的本领 拿出来教授 给跟自己不相干的人 这个观念必须要打破 若是大明武将之中 都是这等 鼠目寸光之辈 那最后被文官压制 也是活该 军事学院必须建立 哼 咱就不信他们敢违抗咱的圣旨 除此之外 还要提升军人的地位 让百姓以参军为荣 如此武将的根基 才能彻底立住 叶成 这咋可能呀 这可比建立军事学院 要困难多了 听起来难 但做起来简单 第一 要给军人丰厚的待遇 嗯 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读书考科考 因为一旦考中 就可以做官 不仅有俸禄 还能出人头地 所以不能让人 饿着肚子谈理想 哦 第二 要净化军队 除了考虑 他们的身体素质 还要调查 其父辈祖辈 如有坐监犯科 他们的后代 一律不能参加武举 这个好 如此一来 坐监犯科之人 肯定会大大减少 毕竟谁也不想 葬送掉自己后代的前途 第三 要严明军纪 如果大明百姓 将来看见军队 不是畏惧 而是爱戴 那么大明军人的地位 绝对稳固 叶成 咱当初带兵的时候 就在三强调军纪严明 可百姓仍旧畏惧咱 而且纵观整个历史 也从来没出现过 你说的那种兵马呀 咱觉得将来 也不可能出现 岳父大人 听起来 确实不可思议 但后世 这样的军队 还真就出现了 后世之人 非但不畏惧当兵的 反而觉得他们 是自己的守护神 比如出现大灾大难 永远都不缺少 那些身着军装的身影 朱元璋 惊奇的同时 也在忍不住幻想 倘若自己的大明 在未来拥有 这样的一只兵马 那大明稳了呀 毕竟水能载舟 一能覆舟的道理 他还是知道的 还有 除了以上几点 还要建立规章制度 保障将士们的权益 尤其是对于那些 为国捐躯的将士 他们的子女 在无举或者科举时 要有额外的照顾 对对对 还有吗 您开国后 为了抵御外敌入侵 设置了卫所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 不过今后条件允许的话 也要加以改进 咱吸取了宋代的教训 实行了军屯 给他们土地种粮食 这样 既能让他们自给自足 还能守家卫国 有啥不妥吗 目光短浅了呀 您让当兵的 闲时耕地当农民 战时打仗 当炮灰 这个方法的确十分省钱 但时间久了 就变位了 毕竟打仗的时间少 耕田的时间多 久而久之 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 如此一来 何谈战斗力呀 卧槽 有些地方更不像话 有的军官仗着天高皇帝远 趁机吞并了 军屯土地 当起了军事地主 把手下的兵当殿奴 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只顾赚钱了 哪有心思替你打仗 朱元璋当时改良这位所制度 可是绞尽脑汁 现在听到叶城指出这么多弊病 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还有陛下 说起这位所制度 我不得不吐槽你几句 否则我心里实在憋得难受 哦 既然这样 那你还是憋着吧 那不成 我就想问问你 当初设立位所制度 你到底咋想的 这军户世代 传承也就算了 为什么军官也要搞事习制 长此下去 那位所就等于 是他们私人的位所 军户却成了他们的奴仆 你就不能让朝廷 来选拔任命位所的那些军官吗 那个 咱当时一试图省事 二是考虑到 能够当上位所军官的人 都是有真本事的 他们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 教授起来肯定不会有所保留 好吧 陛下 还有 叶成 闭上吧 咱今后找到机会就改 这事就别再提了 你还是与咱说一说 那朱祁镇之后的事情吧 咱很好奇 咱的大明在经历了朱祁镇后 是如何做到挺了那么多年 才灭亡的 大明朝最为低估的皇帝 仅排在咱和老四之后 这么有排面的吗 你该不会又再说反话吧 这个真没有 您的这位子孙 两位太子 最终军灵天下 他靠铁腕手段 重振河山 为大明续命百年 他的功绩 比名和朱祢 真差不了多少 哇 这子孙叫什么名字呀 叫朱建生 不过 说起朱建生 我脑子里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万真儿 万真儿 这万真儿 是一名宫女 方陵十七八岁 而当时的朱建生 只有三岁 他爹朱祁镇 留学归来后 连带着朱建生一起 就被囚禁了 被囚的七年间 万真儿既是朱建生的保姆 陪着朱建生度过了 担惊受怕的童年 那这万真儿功不可没 朱祁镇夺门之变后 得好好报答 这位忠实的奴仆才是呀 那可不 等朱祁镇撒手人寰 朱建生十七岁即位 他没有忘记 将他拉扯大的万真儿 作为报答 要封万真儿为皇后 不过被他娘给否决了 只能策立为贵妃 二人过起了 没羞没骚的生活 咱算了算 这万真儿应该跟朱建生 他娘差不多年纪 嗯 喜欢老阿姨这种品位 还能排在咱和老四后面 你是不是在辱骂咱 陛下实在是朱建生 和万真儿之间的事情 过于出名 我一时间没能忍住 你还是说说这朱建生 如何为咱大明续命的吧 得益于朱祁镇这个好老爹 朱建生结首饰的烂摊子 那可是内忧外患 大明两经盗贼风起 京乡流民暴动 大藤侠姚民起事 建州女真骚扰 蒙古入寇 咱能猜到当时的局面呀 朱祁镇当真是坑爹坑祖宗 连带着把儿子都给坑了 咱大明至少被朱祁镇耗掉三十年的国运 是啊 父皇 这烂摊子都要赶上崇祯登基时的局面了 真比起来 那也比崇祯时期好太多了 主要是大明的励志 还没有坏到那个程度 即便如此 想要解决这烂摊子 安稳坐上皇位 也不容易啊 不错 朱建生刚登基两三个月 就卷入到了一场政治阴谋中 这场阴谋的设计者 是锦一位都指挥使门达 他暗中勾结 东宫内侍王伦和汉林士徒学士前谱 密谋让前谱取代李贤 成为内阁首府 从而掌握朝廷的大权 一朝天子一朝臣 皇权刚交接 谁都想趁着这段权力空白气 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 这对朱建生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呀 而首府李贤是朱祁镇临终前 唯以托估重任的名臣 早在朱祁镇年间 门达就和他结下了梁子 不过没等门达行动 就被人举报了朱建生快刀斩乱马 于是王伦被斩 前谱被贬 门达因他罪 被狠狠处罚 干得好 门达身为锦衣卫指挥师 好比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刀 刀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的 更何况 他还想扶持自己人成为内阁首府 锦衣卫和内阁首府关系莫逆 谁还敢用 在处理门达等人的同时 李贤责备朱建生 晋少宝 华盖殿大学室 建生这孩子真不错 如此便能笼络住 以李贤为首的一大批文臣 有利于迅速做吻皇位 这场政治斗争 虽然没能动摇 李贤的内阁首府权位 却给刚登基的明献宗 朱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这朱建生是献宗 是的 献宗 忠兴之主也 这朱建生能有这样一个妙号 那显然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用妙号来判断 后世子孙是否贤明 放在朱建生的身上管用 但放在后面的朱又棠身上 就不太好使了 等你知道明孝宗 朱又棠的红志中兴 还不得背弃的 框框撞墙啊 除了解决 刚登基就遇到的这件事情 朱建生还给冤大头于谦证明 哎 那于谦死的是真亏 给于谦证明 既能顺应自己的本心 又能顺应天下人 一举多得 不愧是被称为宪宗的人 比他那窝囊飞老爹强太多了 给于谦这位响当当的 民族脊梁昭雪后 一时间朱建生人心所向 另外 这朱建生给他叔叔朱祁玉 恢复帝号 是他的又一神来之笔 好 并没有因为当初朱祁玉 废掉他的太子之位 而怀恨在心 而是以德抱怨 有魄力 他的魄力远不止于此 面对着四面漏风的帝国 他精心布局 重用明臣 重塑皇权 大明朝局 再度实现了正通人和 真硬和呀 他还改组经营边军 推行纳马赎罪 不仅一扫土木堡之变后 明军的颓势 而且大量战马得以补充 使得大明将士 重新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 咱的大明终于迎来了一个 能够看得过眼的皇帝 有了战斗力后 对于国内四处的叛乱 和外敌侵扰 朱建生就一个字 打 朱建生平定 京乡流民暴乱 镇压四川都长满 将蒙古人驱逐出 河套地区 算是帮他 跌爆了土木堡之仇 因为朱建生的主动出击 和知人善用 大明武将 又重新有了用武之地 成化年间 名将备出 建生这好儿孙 是针对咱的胃口 不愧是排在 咱和老四之后的人 话虽如此 不过后世 将朱建生黑得非常惨 当时 剑州女真很膨胀 于是 朱建生打着 稻妻巢穴 崛起种类的旗号 两次大破 剑州女真 差点就将辫子 给弄绝种了 直至努尔哈赤的崛起 近百年时间 剑州女真各部 再不敢挑衅大明 所以 清达字入关后 就黑朱建生 不过啊 对剑州女真 离亭扫学 当真是英雄 所见略统 算算时间 咱派出去的大军 此时应该也已经到剑州了 老四的这个子孙 倒是能拿得出手 没有他 大明只怕要提前 百十年就要亡国了 叶成 你快再给咱说说 剑身这孩子 还做出了别的什么事 咱们刚讨论的无举 他也进行了改革 还颇有成效 这么说 你上集说的 关于改革无举的办法 都是咱的好儿孙 剑身提出来的 怪不得你小子 说的头头是道 原来的是 将咱后世儿孙的办法 给搬了过来 来叫咱这个做祖宗的 这老猪可是真会 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岳父大人 并非你想的那样 我俩的办法 算起来只有一个地方 是相同的 朱剑身 只是让无举常态化 使得无举 一直延续下去 后面也真出现了 通过无举出来的名将 哦 这样啊 但即便有一个地方相同 也足能说明 咱这个后世儿孙不凡 哈哈 啥也不是 除了这些 朱剑身还整顿励志 当时大明的励志 腐朽不堪 文官势力庞大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 他设立西场 主事的是 宦官汪旨 相较于永乐地的东场 西场的职权更大 这不起走的也不错 这些文人就会胡搅 蛮缠抠字眼 随时会被他们摆一刀 就该给他们头上 悬上一把刀 时刻镇压着他们 您不是不支持 后宫干政的吗 您的底线和原则呢 底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适当变一变的吗 当时文官力量开始膨胀 他爹又把武勋祸祸祸没了 宦官毫无疑问 是最好的选择呀 陛下 您的底线还真是灵活呀 不过 没人愿意在自己头上悬一把刀 机场很快招致了 众多官员的不满 于是 众人上奏弹劾汪旨 朱剑身并没给他们好脸 但这些官员也没服软 继续跟朱剑身落悬 彪儿 你看看 这就是一家独大的后果 不顺他们的心 这些文人就搞手段限制皇帝 放在咱红武朝 咱全给他们砍了 父皇 孩儿学到了 那结果呢 剑身这孩子是怎么做的 这场斗法 朱剑身最终服软 罢了西场 只不过跟文官斗了一个回合而已 就低头了吗 要是这样 轻易就结束了 那他就不是朱剑身了 很快有御史跳了出来 盛赞汪直的功劳 朱剑身趁机辐射西场 这一手玩得漂亮 御史都这么说了 那些文官自然就没批房了 这样 既没有和那些文官们彻底撕破脸 又保住了西场 这帮旨也的确没有辜负朱剑身 帮朱剑身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不过他的结局不算太好 后来被贬为闲人 在后面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 唉 这种得罪人的差事 以白而言肯定会被群臣群起而攻之 为了缓和矛盾 这把刀肯定是要废掉的 而且一把刀用的时间太长 也有可能会变得不太纯粹 陛下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没有他朱剑身 只怕您的大名根本撑不到两百多年 啊 对对对 这孩子还有没有其他的事 没了 这已经够多了 那他有没有让人诟病的事 大哥 你偏要在这个时候 扫父皇的姓 是吧 大哥 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没关系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咱都有不少过失 何况那朱剑身呢 全面了解一个人 不能只看他的功劳 而不了解他的过错 那好吧 我主要是怕扫了您的姓 朱剑身第一大过失 便是肆意任命传奉官 这传奉官 也就是为皇帝服务的大秘 这从唐朝就有了吧 朱剑身还能在这上面弄出花来不长 这传奉官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朱剑身继位之初 授予一位名教姚旺的工匠 维闻思怨复始 中后期甚至有道士和方士 出任太常四卿这样的正三品高官 虽然这样一来 皇帝在人事安排上 能更好的按照自身意志形式 进一步巩固了皇权 可也因此引发了文官的不满 哼 对于西场 他们都会激烈反对 更不要说这传奉官了 是啊 面对文官的反对 朱剑身只是象征性的 罢免一部分 等风头一过 他又故技重施 由此跟文官引发的拉锯战 贯穿了整个城话潮 巅峰时期竟然多达四千人 这么多人的吗 那咱觉得传奉官这个手段可以啊 想要收拾朱祁镇留下来的那一堆烂摊子 和那些文官打擂台 就得动用非常规手段 依咱看 传奉官就是个很不错的路子 咋就成过师了 话虽如此 可这传奉官无需考试 更不用经过 立部的全选和内阁的审核 而是由皇帝本人直接任命 他们没有真才实学 不仅降低了朝廷的公信力 还极大拉低了官员的整体素质 而且这些传奉官还沆瀣一气 利用手中的全力卖官受决 这还不是过师吗 哼 依咱看 剑身之所以因为传奉官被黑 就是因为这传奉官损害了文人的利益 这笔杆子又握在他们手里 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陛下 不能因为上级 我剧透了他那么多的功劳 现在就戴着有色眼镜 看他啊 还是要正确面对事实的 呸 除了这个 剑身这孩子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这第二大过失 就是朱剑身设立西场的职权太大 导致杀戮过重 咋就过重了 就他朝中官员的德性 放在咱红武朝 咱将他们砍一半都不止 这算啥过失 文言 叶成一时无言以对 说出了两大过失 都被老朱给否了 叶成都有点不想说下去了 咱的好儿孙朱剑身 有什么最大恶极的过失 那我就再跟你捋一捋好了 朱剑身最大的过失 就是这黄庄 黄庄 黄庄就是黄家直接管辖的庄园 它的由来是因为 黄帝为自己花钱不方便 黄帝看似拥有全天下的财富 但真要花钱的时候 钱必须从户部一笔一笔的走程序 钱每一笔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核 这个时候 黄帝就不干了 为了方便花钱 于是出现了内奴 也就是黄帝的私人账户 可钱从哪来呢 答案就是土地 大明的商业并不发达 土地成了 持续产出粮食 进而使财富升值的 唯一战略资源 于是黄帝就通过置办土地 来增加收入 黄庄由此而来 哦 打了一辈子仗 就不能享受享受了吗 花点钱怎么了 可一次不经意的事件 让一切都改变了 朱剑身对曾经参与 夺门之变的太监曹启祥 超莫家产 但这次超莫家产 所得的田产 并没有收归国库 而是直接变成了 朱剑身的私人黄庄 哦 咱还以为多大点事呢 土天之下 这王土度姓朱 而且才一处黄庄而已 这多吗 父皇 乍一看确实不多 不过 皇帝带头兼并土地 自建庄园 大臣和贵族必然上行下校 一朝一带压榨下去 留给百姓的肯定都是贫瘠之地 百姓必然流离失所呀 哦 咱的彪儿眼光看的就是长远 这些咱咋可能想不到呢 咱之所以这样说 就是想听听你的看法罢了 啊 对对对 叶成 还有吗 没了这三个是朱建生最大的黑料了 文言 朱元璋不由一愣 这就没了吗 而且在老朱看来 这三个里面有两个 根本不是过错 怎么就被黑成这样了 叶成 朱建生的身后名 恐怕不太好吧 他的口碑确实不好 他令大明中兴 被后世广为人知 但因为喜欢老阿姨的特殊癖好 由此引发的事端 被后世之人贴上软弱无能 昏庸无道的标签 总之 他身上没啥好词 多好的孩子啊 还在咱和老死之后却被人污蔑成这个样子 对了 建生这孩子在位多少年去世的 他是成化二十三年没的 算起来他一共活了四十一年 咱大明的帝王怎么一个个都如此短命呀 是啊 越优秀越短命 天度赢财啊 朱建生能活四十多岁 在大明的皇帝中已经算是很长寿的了 要是知道了大明皇帝易容于水的特性 你该如何应对 建生这孩子是怎么没的 他的去世和万贵妃关系很深 文言 朱元璋和朱镖心中各种念头立刻翻飞 莫非是万贵妃对他做了些什么 别多想 朱建生和万贵妃同年撒手人寰 只不过万贵妃早于朱建生八个月 万贵妃去世之后 朱建生非常伤心 亲自为其主持葬礼 以皇后的规模将其葬于自己的灵寝 对万真儿可谓是用情至深 八个月后 朱建生就追随万真儿而去 文言 朱元璋麻了 虽说这万真儿陪朱建生度过了被囚禁的八年 他也因此爱上了比他大十七岁的万真儿 可那是老阿姨啊 痴情也不至于这样吧 那后面即位的皇帝是谁 是朱又堂 朱又堂的洪志年间 历史上称之为洪志忠兴 洪志忠兴让朱元璋一下子就亢奋了 他爹朱建生的妙号是宪宗 忠兴之主也 建生又这么的优秀 他的儿子定然清除于兰 而圣于兰 他对洪志忠兴没有丝毫怀疑 夜城 快说快说 咱的好儿孙朱又堂 是如何实现洪志忠兴的 呃 父皇 大哥 你俩也在啊 来人正是秦王朱爽和秦王妃敏敏 二人此番前来 是为了答谢夜城的 拜见父皇 问圣公安 嗯 不必多礼 老二 干嘛来了 父皇 我和敏敏是来感谢二妹府这个大媒人的 多亏他给我写的一天屠龙 我这才对我的王妃回心转意 老二这个憨货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咱姓朵上来 要不是看在你跟你媳妇兵士前贤的面上 咱高低再揍你一顿 你二人有这个心就好 咱也累了 何边就先回去了 你们先聊着 对了 你们对夜城没必要太客气 她是你们的二妹夫 都是一家人 二妹夫 你不但治好了母后的不治之症 还治好了有容的腿 更让我和敏敏重归于好 二妹夫 这是本王送你的礼物 二哥都是一家人 不必客套 敢问这些字话 是出自何人之手啊 上面的落款有什么南堂后主礼遇 还有苏氏啥的 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索性就全给你拿过来了 二妹夫 敏敏说你是个文化人 肯定稀罕这些物件 好家伙 二哥当真是出手不凡呀 二哥 这太贵重了 使不得呀 贵重啥呀 这些东西看了就让人犯困 没有你 就没有我和敏敏的今天 二妹夫 你一定收下 哦 二哥 早知这样 之前父皇问我 关于你的事情时 我说啥也不会告诉父皇那些 害你被父皇揍了一顿 你说啥 告俺黑状的那个别人就是你 二哥 你听我解释 夫君 冷静 冷静呀 明明 你告诉我 这让我咋冷静 我二哥真可爱 是啊 媳妇 二哥那个憨批 知道我告他黑状 我以为他要揍我呢 没想到他 不但没有迁怒于我 反而因为骂我是别 心里愧疚之下 删了自己 好几个大嘴巴刺 二哥憨是憨了点 不过人很时尚 你帮他撮合了二嫂 他又怎么会揍你呢 你知道吗 当时差点给我吓尿了 叶成 叶成 原来你在这里啊 嗯 大哥 允通 快叫二姑父 二姑父好 嗯 乖 叶成 今天我带允通来找你 想让他正式拜你为师 大哥 允通在母后那里 不是待得好好的吗 你咋又想起 这茬儿来了 你的知识储备远超这个时代 我想让允通跟着你 从而尽快成长起来 这是树修 允通 快给师父磕头 好吧 大哥 既然如此 为了大明的命运 我就勉为其难了 不过 这么厚重的拜师礼 我该拿什么回礼呢 回礼就不必了 文房四宝 四书五经 这些我们都不缺 大哥 你懂个鸡毛呀 我的回礼 能是这些粗笔 不堪的东西吗 嗯 朱镖要放弃朱允文 培养朱允通继承大位 竟让允通败我为师 由此引发的一场阴谋 正在酝酿 什么 朱允通那个死孩子 竟然被叶成说为弟子了 是的 殿下 本来吕氏就因朱允通 被马皇后带到身边 抚养心中不爽 现在又得知了这一消息 这说明朱允文的皇太孙之位 岌岌可危了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一不做二不休 将朱允通和那中雄英 一起送走 殿下 叶成还送给了允通拜师礼物 好像是叫什么望远镜 叶成 你三发五次坑害我和我儿子 休怪我无情了 赶紧被叫 这东西真神了 简直就是那仙家庙术中的千里眼呀 皇爷呀 师父说这叫望远镜 是他送我的礼物 望远镜 这东西要是用于行军打仗 敌人还没看到你 你这边就已经发现了敌人的踪影 想想就无比畅快呀 好大孙 这东西有大用 咱先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你个老不休 孙子的东西也强 你就不能找叶成再让他做一个吗 咱哪能这么没品呢 孙子的东西 咱不强 不强 允通呀 你二姑父很有才能 你要是能把他的本事学到三四成 定会受益无穷 将来你一定可以强爷圣祖 成为万世之君 孙儿定不会辜负皇爷爷的期望 此时 朱元璋看朱允通越看越顺眼了 甚至比朱雄英差不到哪去 不过想起皇长孙朱雄英 老朱心里就五味杂陈 岳父大人 您消消气 敢明儿我再给您做一个更漂亮 看得更远的望远镜 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 岳父大人 您此番前来 不仅仅是为了望远镜吧 嗯 叶成 你给咱说说 咱的雄英到底咋没的 啊 史书上记载 您的皇长孙死于天花啊 哼 这个还用你说 咱的意思是 雄英得天花 里面有没有什么隐情 史书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哦 这个真不知道 关于皇长孙史书上记载的少之又少 后世甚至都不知道 朱雄英曾存在过 扯淡 雄英可是咱的皇长孙 哪怕他只活了八岁 关于他的记载也不应该这么少 之所以寥寥数笔 我听说是 好像建文帝朱允文登基之后 下令故意抹掉了 关于朱雄英的记载 杀 或许是朱雄英的存在 会让他时刻想起 自己是 树子的这一事实 才这样做的吧 啊 这 东西 雄英可是他亲大哥 朱元璋麻了 雄英还未出生时 老早就给他琢磨名字 还提时 给他当马骑 这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天花 夺走了他年仅八岁的小生命 结果人走之后都不得安稳 老朱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好大孙 女儿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少有差池 我吕家便是万劫不复呀 父亲大人 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允文的皇太孙之位 才能让我坐稳后宫的位置 我吕家才能世代永昌 吕本犹豫了 算起来 朱雄英的死才过去了三个月 现在竟要再次冒险 动用那等手段了 父亲大人 上次我们就做得天衣无缝 一点把柄都没给那朱老头子留 这次只要我们周密行事 定然神不知鬼不觉 我先回宫等您消息了 叶成 你说会不会有人用这天花来害人 也不是 没这个可能 天花有个特性 只要感染过天花 并且活下来的人 他们在接触天花病人 或者接触天花病人 穿过的衣物 使用过的器具时都能免疫 所以可以利用这些被污染过的东西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他们却不会被感染 文言 朱元璋的目光变得阴沉 难不成熊英是被人吓了头 那么熊英没了 最大的受益人又是谁呢 有了怀疑目标 朱元璋顺藤摸瓜 很快调查出了一些线索 毕竟他的锦衣卫可不是摆设 臣子们在家里面宴请了什么人 说了什么话 甚至晚上和小妾的姿势 持续了多长时间 都能了如指掌 老爷 老爷 事情办好了 您要的东西都在这儿 做得不错 你的付出 我吕家不会忘记 今后你儿子的前途 我吕本必然安排妥当 次日一早 岳父大人 就不能让人睡个懒觉吗 事态紧急 咱有个重要的事要问你 咱的大儿媳 允通的母亲常识 你知道的多不多 哦 长玉春之女 停停停 咱是问她的死 有没有什么隐情 哦 那我确实了解一些 史书记载 她死于难产 不过经过后世诸多推断 她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岳父大人 莫非就没人告诉你 胎儿体重增长过快 可能会导致 难产致死的风险吗 常识怀珠允通时 胃口一直都非常好 咱虽然节俭 但儿媳妇有了身孕 肯定让她敞开了吃 话罢 朱元璋的声音 隐隐有些发寒 当初 吕氏在常识的吃食上 大献殷勤 隔三差五 就给常识送饭过去 莫非 叶成 你说的是真的 多吃东西 会导致胎儿过大 真的不能再真 在后世的宫斗剧里 一些别有用心之人 为了让对方难产致死 从而会想方设法的 让对方多吃 闻言 老朱面色冷的有些吓人 结合吕氏的殷勤 假如常识难产而死 那最大受益人是他吕氏 而昨晚锦衣卫又调查出 关于吕本打算利用天花 毒害熊鹰的一些蛛丝马迹 两件事情加在一起 这凶手已经板上钉钉了 老兄弟 你为大明立下了汉马功劳 女儿却遭人毒手 咱却浑然不知 还把那凶手给扶成了太子妃 咱对不住你啊 岳父大人 凡是要讲证据 您不妨去查一下 尝试的医疗档案 哪年哪月哪日 什么时辰 谁给他诊的病 诊断结果是什么 开了什么方子 做出什么指导 又向谁做了禀告 朱元璋是一个数据狂魔 元朝留下的公文资料 以及现在统计全国的户口 和农田的数量 等等这些资料 朱元璋都保存得井井有条 咱知道了 你继续补教吧 很快朱元璋便来到春河宫 找到了太子妃尝试的档案 没多久 朱元璋的面色就彻底冷了下来 隐约间似乎有血腥味在弥漫 我给朱元璋暗示 朱雄英和太子妃尝试的离奇死亡 必有内情 不料朱元璋暗中搜集证据 果然发现了一些猫腻 果然是吕试这毒腐 害死了咱的大儿媳 陛下有何发现 咱去看了常世的医疗档案 她怀孕六个月时 负责诊断的张婆子 就发觉她可能会难产 并将此禀告了吕试 还给出了相应的衣嘱 可吕试并未按照衣嘱行事 现在您明白 为什么当初吕试隔三差五 给常世献殷勤了吧 更奇怪的是 一个月后 那张婆子就被换了 后面的记录 也就没有了 胎儿过大会导致难缠这样的字眼 张婆子极大可能 遭了吕试毒手 叶诚 咱所料不差的话 你和允通 恐怕也在吕试的谋划之中了 卧槽陛下 那你可一定保护好 我和允通啊 放心吧 你可以有事 咱的允通绝不能有差事 重疤 这都是为什么啊 大儿媳多好的人 对待吕试像亲妹妹一样 结果吕试竟做出此等伤天害理之事 是啊 没想到咱老朱家 娶了这样一个毒辣的媳妇 大儿媳 老长 咱老朱家对不起你们啊 妹子 不光是咱的大儿媳 就连咱的雄鹰 十有八九 也是吕试让她染上天花的 文言 马皇后崩了 彼时 昙花色变 没人会用天花这种丧尽天良的手段害人 可她的二儿媳做到了 崇八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咱恨不得现在就将吕试满门包皮炫草 可这样做 咱怕咱的彪儿受不了 毕竟大儿媳 雄鹰 还有那吕试 可都是彪儿的至亲啊 崇八 刀儿早晚都知道的 不如你尽快找个时间见见鲍儿 试探一下她的态度 长痛不如短痛 在他们眼里 吕试的命一文不值 可以想到彪儿 在得知真相后的情绪 二人犹豫了 而他们的担心终究还是多余的 作为老朱的常务父皇帝 大明最稳太子爷朱镖 自然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此刻就等吕试露出苦力尾巴 来得大意灭青啊 兵殿下 太子妃已遭便出宫 慧酿家探望他的父亲绿奔去了 嗯 按计划行事吧 女儿 东西都在这里了 务必小心行事 少有不测 我吕家便是万劫不复呀 上次我们对付熊鹰就做得天衣无缝 这次也定然万无一失 父亲大人 您放心吧 夜城 朱允通 我要让你们知道 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 以往吕试回娘家 也都会带上不少东西 绝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而这次 这个包裹成了他的催命符 没等上马车 就被锦衣卫团团围住 茅香 你们兴师动众 所为何事 冯太子殿下之意 欠赖抓捕杜海晃章的熊兽 文言 吕试瞬间乱了心神 如果是普通兵马前来也就罢了 现在是锦衣卫 吕试仍不作镇定 熊鹰死于天花 你们来我吕家抓什么凶手 这是太子的岳丈家 你们不要命了吗 萧任逢命姓氏 得罪了 赖刃 于甲赏下金树卓纳 我看哪个敢 我乃堂堂太子妃 谁敢对我吕家不敬 文香 速速叫太子爷前来替我做主 不必了 来人便是朱镖 关于太子妃和他父亲 吕本辈弟弟的小动作 他早已了如指掌 殿下 殿下 你要再不来 妾身都要被他们给冤枉死了 站住 殿下 难不成你也认为是臣妾害死了熊鹰 这咋可能 谁敢用天花害人 这不也害了自己吗 你和吕本都是经历过天花幸存下来的人 天花自然侵害不了你们 熊鹰惨遭拟手 现在又想害叶城和允通 殿下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他妈的个 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文香手里拎着的又是什么 是妾身换洗的一些衣服 哼 我看这是从死于天花之人身上扒下来的吧 六天前扒下来的 死者是一对母女 还有 做这件事的人 是你们吕家的家仆 他在前天晚上就被你父亲杀害了 就埋在你家后院 对也不对 这 殿下 您在说什么呀 妾身 妾身听不明白 锦衣卫不是吃干饭的 如实说来 给你留个全尸 还有 你这毒妇不仅害死雄鹰 就连她的母亲长室也是你害死的 文言 吕氏又是一记重击 朱镖怎么连这件事都知道 难不成长室给她托梦了吗 殿下 姐姐和我如同亲姐妹 我敬她还来不及 又怎么可能会对她下此毒手 众所周知 姐姐是难产致死 您冤枉切身了 哼 还不是你故意让她难产的 张婆子不止一次向你禀报 可你不仅没有告诉我 还变着花样给长飞做好吃的 导致胎儿过大 长飞这才难产致死 文言 吕氏满脸难以置信 当初处理张婆子时 做得天衣无缝 死人还能说话吗 别以为你把张婆子弄死 就万事大吉了 她留下的诊断档案 骗不了人 朱镖越说越伤心 害死雄鹰和长室的凶手 不但逍遥法外 而且还被扶成了 自己的太子妃 来人 吕氏妇女最大恶己 二人包皮炫草 朱九族 大哥 一日夫妻百日恩 用不着包皮 炫草这等手段吧 一点体面都不给留的吗 逼上吧 飙儿 你没事吧 父皇 我没事 吕氏罪有应得 死有余辜 我就是想雄鹰了 您不必为我担心 嗯 飙儿啊 人死不能复生 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父皇 朱允文该如何处置 飙儿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咱老朱家的种 这样吧 就恢复他的数字身份 让他回凤阳老家吧 这样也好 卧草 去凤阳老家待一辈子 这是直接给朱允文判了死刑 他这辈子与皇位无缘了 哎 知人知面不知心 要不是叶成来了 允文登基后 吕氏这毒府都是太好了 陛下 静难之意 宁甲老四 一把大火 他的下场 也是很惨的 老四干得不错 倘若让这种人高枕无忧地活着 那才真是让人一难平 对了 叶成 这天花之死率太高了 咱的大明百姓饱受其苦 你有没有办法解决呀 这天花比较特殊 感染之后 除了硬扛 也没啥好办法了 不过 可以提前预防 方法也简单 就是牛痘 快说快说 后世也是天花肆虐 直到后来 有个意外发现 有个挤牛奶的女工 天花却惊她不得 原来她得过牛痘 于是后世之人 经过实验总结 只要给人提前种上牛痘 就能预防天花 这叫免疫学 免疫学 这牛痘说白了 就是牛身上的一种病 经常与牛接触的人 很大概率会被传染 而被牛痘传染的人 体内会产生抗体 从此 一辈子都不再惧怕天花 哦 你这么一说 咱想起来了 咱之前行军打仗时 也曾遇到天花 但咱却像没事人一样 当时咱就想 是咱前半辈子 把该吃的苦都吃完了 所以咱的身体很好 现在来看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是咱小时候 放了好几年牛的缘故啊 啊 对对对 你若是早来几个月好了 那女士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叶成 你会不会中牛痘 奖励是 打嘴炮 我没问题 可是中牛痘 需要专业的医者 进行摸索和尝试啊 也是 让你对付天花确实有些屈才 就交给太医院研究好了 或许不必麻烦 太医院 我这里倒是可以 为您推荐一个人选 是谁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您的老五五 周王朱素 啊 老五五只是喜欢研究一些医书而已 但距离真正的医者 差得太远了 他能胜任吗 您可别小瞧了他 历史上 他是很出名的医者 编撰的医书 在后世还有流传 哦 没想到老五还是这块料 不愧是咱朱元璋的种 冰殿下 马赫招到了 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太监 有数千人的后代 而且还从海外带回了神兽 是的 此人便是马赫 现在您已经找到他了 只要您稍加培养 便能抢在朱地前面 杨大明知国威 创大明知凡胜 咱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咱才派锦衣卫 在西南那边四处寻找此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呀 陛下 还得是你呀 那他后来怎么叫正和了 你与咱具体说说 说之前 我还是得跟您再提一嘴 务必保住 这位航海家的荔枝 给他留点体面 嗯 这个你放心 咱早交代下去了 他本名叫马三宝 出身书香门第 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但不幸的是 在他十岁那年 大明军队攻入云南 大肆掠夺 注意措辞 咱派蓝玉争讨云南 是为了扫出那里的元朝余孽 咋就叫大肆掠夺了 好吧 这马三宝就被明军掳走了 因为年纪小 又有文化 虽说保住了脑袋 可力知却没了 从此贵族少年马三宝 就成了小太监 分配给了燕王服役 朱棣给他改名马盒 朱棣这小子 名真好啊 这不就是相当于百简的吗 那可不 您害怕宦官干政 不许太监识字 可作为贴身庸人的 马盒有文化 自然深得朱棣的青睐 后来朱棣进南 马盒的功劳也不小 每当朱棣遇到棘手难题 马盒总能为他想出 克敌制胜的好点子 这么得劲的马 那他有后代是咋回事 净身那回还是个孩子 后面哪里来的子嗣 在郑村霸之战中 朱棣以八万人马 对抗朱运门五十万大军 双方力量悬殊 马盒献出妙计 燕军反败为胜 朱棣为了表达感谢 就以郑村霸为名 赐马盒 郑姓 就这样 马盒又变成了郑和 为了将来有人 继承自己的事业 郑和便从哥哥那里 过继了一个儿子 所以即便少年就被晋身 但如今郑和的后裔 却足有千人 那郑和就算再有本事 毕竟是个太监 朱棣为和偏要派的 担任远下西洋的重任 文臣也好 武将也罢 他们跟皇帝都只是君臣关系 宦官就不一样了 他们跟皇帝可是主仆关系 比起文武百官 皇帝就更信任太监了 您应该有亲身感受才是啊 啊 对对对 朱棣虽然在后来做得不错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臭小子违背了咱的海进政策 不说这出还得耗费多少民力财力啊 陛下 您格局小了 朱棣眼光比您看得远 不然也不会让郑和下西洋了 卧槽 七次 是的 前前后后总共七次 这下西洋可是大事 朱棣给郑和下西洋的装备豪华 我比船队中最大的宝船 长150多米 宽60多米 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 加上各种辅助船只 整个船队有好几百艘 整整两万七千余人随行 如此庞大的规模 真特喵的 十足的败家子啊 牌面确实不小 要知道四百多年后的鸦片战争 英国的船队也才派来了四千多人 所以郑和称得上 是华夏最牛的海军总司令了 筹备了整整三年后 郑和旧帅队伍出发了 这所到之处 那是大把大把的送钱 咱省吃钱用省下来的家底 朱棣这臭小子 就这样挥霍的吗 陛下 前就没有花冤枉的 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国 打心眼里就崇拜起了大明朝 这极大提升了大明的威望 哼 依咱看 朱棣这臭小子 就是喜欢装备 爱慕虚荣 陛下可不敢这么说 朱棣看第一次航海的效果不错 于是他大笔一挥 就有了第二第三次航海 不仅带回了许多奇珍异宝 还引进了一些农作物 比如玉米甘蔗土豆这些 不仅让大明百姓吃饱穿暖 对我华夏后世也有重大意义 哎 如此 朱棣这臭小子违背咱的海禁 倒是值了 直到第四次航海 郑和带回了一只神兽麒麟 麒麟 虽然咱没见过 但咱听说这玩意外表凶悍 是寓意非凡的瑞兽 郑和带回来的这只麒麟 它长啥样呀 这只麒麟来自于非洲大草原 在我们后世 它叫长颈鹿 脖子那么那么的长 哦 那么那么的长啊 那据说这只麒麟到达京师时 万人空相 百姓啥事都不干了 争先恐后的前来观摩 朱棣更是率领 百官亲自迎接 既然是麒麟 就该有这样的待遇 咱要是能一睹这瑞兽的真容就好了 朱棣就想这麒麟都有了 那凤凰还会远吗 于是正和第五次航海 给朱棣找凤凰去了 不过这次虽然没带回凤凰 但带回了一些非洲狮和脚马 哦 非洲狮 脚马 没听说过 陛下 现在马河已经找到了 我相信红武朝 您一定能见到这些动物的 哈哈 那感情好呀 咱也想开开眼界 不仅有动物 三个国王也跟随正和船队 到达了大明 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元首 从海陆前来访问 陛下 你就说下西洋此举 值不值吧 哦 那第六次呢 第二年 正和六下西洋 这次主要的任务 是护送这几位国王回国 经过这六次 正和成功的将明朝的影响力 拨洒到了东南亚 乃至印度沿岸 牛杯呀 看来确实是咱目光短浅了 那第七次呢 有没有找到凤凰 没等有第七次 朱棣就病逝了 后来朱高赤登基因正和下西洋 耗资巨大 便暂停了下西洋 再后来朱高赤驾崩 朱棣基登基 这时大明的影响力逐渐缩小 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者 也是越来越少 于是朱棣基决定派正和继续下西洋 六十岁的正和 再一次披挂上阵 开始了一生之中的第七次 也是最后一次远航 第二年返程路上 正和永远留在了 陪他半生的船上 一代航海家就此落幕 三宝太监正和 当真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呀 总之永乐朝 正和七下西洋 在历史上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丰功伟绩 哦 雕儿 立刻安排下去 给马和改名正和 令他跟随汪大渊 择日出海 是 父皇 陛下 不得不说 您的办事效率是真高 哈哈 叶成 幸亏你来了 否则这好是全是老四的了 老四啊老四 让咱结胡了吧 是谁又在念叨我呢 不会是叶成那小子 又跟父皇说我的坏话了吧 殿下 和尚不才 想会会这位神通广大的叶成 叶施主 哎 父皇虽然已经公开了二妹夫的身份 可到现在 二妹夫也没有见过外人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见你 明天 我进宫去见见二妹夫 看看他的态度 也好 叶成 年轻人不要太气声 看老那如何拿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欢迎订阅之际